VBA的程式撰写,重点我们会就是在VBA的课程里面会讲的比较详细 我大概简单说一下 如果你要使用那个我放在云端上面的程式的话 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一段,这个VBA,这一段Sub 那特别注意Sub的话一定要是放在那个模组里面才能Run 所以我们如果要撰写程式的话 第一个找到开发人员,第二个的话找到VBA 然后呢这个模组是我刚刚把它增加进来 所以预设的话是没有,VBA打开按右键这边才有插入模组 那可能大部分如果在这个学习VBA的话 大概就是从这个步骤,这几个步骤如果记熟的话 以后如果你要写程式,基本上就从这边 然后把程式也许贴上吧 这个程式 我就把这个从云端上面这一段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已经有一个Sub 那我要拿来用的话,好像这一段 Sub跟EndSub这一段 在第17页的地方,那你就直接把那个程式贴上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个Sub.End 那如果你要执行的话就直接Run 上面这边有一个执行 那它就会把那个VBA的部分 再把它做再一次执行 那这个地方的话,因为细节部分我想太多了 所以也许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再稍微Run一下 大致上是这样子 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刚刚提到的那个 就是猜数字游戏 比如说在1到20之间猜一个数字 刚刚有Run给各位 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先不考虑那个 就是说猜的次数 那首先的话,当然我们会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让电脑乱数取得 这个1到20之间的一个乱数 OK 那首先的话,这边的话我们会需要 得到一个乱数部分的话 那这里在内建的这个模组里面 它基本上没有那个乱数产生器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要得到一个乱数的话 那这边的话,我们需要额外把一个 外部的模组先汇入进来 那汇入的话这边就是在Python里面 它有一个固定的语法叫Import Import的话后面加上一个Random 那这个Random的话 基本上它已经帮我们放在那个 我们的 这个韩式库里面的 但是呢,如果你要拿来用的话 这个Random的话,还是需要经过Import的动作 OK 所以Import Random Random的话 Import Random OK 然后呢,如果我要产生一个乱数 乱数的变数名称也许RND好了 这个RND呢 假如说我要产生 这个RND当然一个变数 就是1到20之间的一个乱数 那我们如何用Random来产生乱数 其实哦,特别注意在Random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Random Range OK 所以哦,你可以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 那如果你记不起来没关系 你 Import Random 点下去这边会提示 那这边就会出现 有个叫Random Range 那这个Random Range 其实跟Range有一点类似 也就是说呢 你的开头池 比如说从哪个字开始 1嘛 逗点 那Stop 再来一样嘛 如果我今天要到20的话 记得哦,你要输入21 因为是停下来的 那再来的话当然呢 就产生1到2 那其他的话当然Step 它其实有Step概念 OK 比如说你要13579 那你就是逗点2啦 不过这边我们没有 那就是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帮我产生什么 1到20 的一个乱数 放在哪里 放在RND OK 所以哦,如果假设了 第一阶段乱数 那我把它Print好了 Print是什么? Print是RND 那你把它Random 执行看看 你会发现哦 它每一次Random出来的结果 都会不一样 11 第一次Random11 第二次Random1 第三次Random6 那你会发现哦 它这三个 这几个数字哦 共通点就是 它一定会是在 1到20之间 OK 就是一个乱数 19 有没有 那假如说呢 我 接下来希望怎么样 我既然有一个RND的乱数了 那我再来就是说 要让使用者去 不断猜 猜到对为止的话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写 猜到对为止哦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猜到对为止的话 就是不断猜的话 那如果你要写不断的话 不不不不间断的话 记得哦 你可以把它写成 while 空一格 后面的话是判断啦 那判断的话 我的习惯是 写成while 1 冒号 你想说老师为什么写while 不是一个判断吗 那其实哦 这个while 1的话指的是true啦 但你也可以打什么 while true 可是true的话打四个字 while1的话只要打一个字 所以其实有时候 while1冒号是偷懒啦 ok 那当然好处就是很简短 ok 意思是说你不断猜就对了 不断不间断哦 所以一直 那请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打坏一冒号的话 那你一定要在这个程式里面哦 再做判断 那判断完里面一定要有个break 那什么时候break 就是猜对为止 所以在那个猜对的状态下哦 那你就一定要break 如果没有break 那就完蛋出不来 ok 那剩下来就是什么 不断不断的猜 所以呢不间断嘛 那猜的话呢就是要让它输入 所以输入的话也许我一个变数叫g好了 g等于什么呢 input嘛 然后再转型 所以呢 请你帮我呢输入一些资料 输入什么资料呢 请输入1到20之间的一个数字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拿那个 这个 我直接拿 拿已经打好的字 我把它拿来复制贴过来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它填的资料一定是一个文字 所以一定要转int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整数 ok 比如他猜的10好了 那我就把它转型为int 然后放在g里面 ok 好那它就 我就猜了哦 10是不是那个变数啊 那再来的话就是 不断 这个意思不断 这个叫不间断的输入嘛 所以呢 不间断的输入 之后的话就判断 判断的话就是if 如果什么呢 那当然有几种可能性 要不呢 就是 我猜的比乱数大 要不就是我猜的比乱数小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 如果我猜的数字 比乱数来的小的话 哎 那怎么怎么做 那另外的话 再来什么 另外 else if 如果呢 颠倒 如果呢 我猜的数字呢 比rnd还大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 那剩下来的不是比他大 不然就是比他小 再不然就是什么 答对了 所以else就答对了 那我就分别什么 在这个底下做什么 如果你比他 你猜的比他小的话 那我就跟你讲说 哦 你这个 太小了 可以跟他 可以跟他 你高一点 那 反之的话呢 当然就是什么 反之就是什么 太高了 然后低一点 也要颠倒一下 这样就OK 那反之的话呢 那就恭喜答对了 那答对完之后呢 记得要什么 要break 哦 这个很关键哦 如果少打这个break的话 那程式就跳不出来了 OK 诶 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哦 各位可以 大概不外乎就是几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什么 乱数 第二个区块就是不断的输入 不断的输入 第三个区块的话就是什么 逻辑判断 诶 那逻辑判断里面有个关键 就break 哦 所以一二三 这个的话我建议啦 你可以把它 诶 以后不管你在写其他的类似游戏啦 或者互动啊 其实都可以套用类似的方法 其实我是觉得还 蛮好记的啦 OK 我大概目前写程式都大概 套用类似的规则 因为蛮好记 有没有 产生一个乱数 然后不断 不断 这个叫不断的拆 然后拆完之后做判断 OK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就拆完了 这已经写完了 知心看看 请输入一个 输入10 enter 太低了 太低了就高 那高的话就是 再输入15好了 太高那就剩下11到14嘛 11到14那就13好了 太低那就14 那就猜对了 OK 恭喜 那目前的话 目前的话 因为我没有次数的限制 所以是坏我一帽 可是如果假设我这个程式要改 改什么呢 改成只能够拆三次 这样就比较严格一点 如果三次也没有拆对的话 那就跟他讲说 你已经超过三次了 你已经拆三次了 你不能再继续拆 可是问题 这个地方呢 我要怎么改 才能够让这个程式 具备有拆的次数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程式并不多 不过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那这个部分的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 是在这里 第20页的地方 我刚刚写的程式一模一样 就在这里 参考一下 试试看 好 好